大家好,我是唐山装修工长大崔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我们铺子砖工费问题 很多业主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 今天大崔给大家说 大崔在唐山做装修 也是做了这么多年 瓦工一直是我们装修行业里面最紧缺的一个工种 如果说您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工作 或者说想挣点钱不怕辛苦的话 选择做瓦工 因为现在的瓦工 如果手艺好的话 一天合个七八百块钱 那都是玩一样 所以说今天咱们说了他们的工费问题 现在瓦工咱们就说地砖 一本现在我们装修 为什么敢跟大家说这个瓦工工费 因为瓦工现在的价格非常透明 基本上我们做装修不是贴钱 就是不赚钱 真的是这样 工费来说 瓦工铺贴地砖 800x800的瓷砖 大概唐山这块的价格 在30到35一平米 然后我们铺贴现在不是比较流行 600x1米2的吗 这类的瓷砖 45到50这个价位 为什么有人说了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呢 为什么有人是25 有人是30 手艺不一样 有些人活已经排了好几个月了 你说他的价格能低吗 对不对 有些人没活 那么他可能就低点 他也干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排马工工期的话 基本上要提前至少提前一个来月 跟人家说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年前的很多房子没有装 是吧 然后过年又下来这么多房子 所以说唐山这块 现在马工超级超级紧接 说重点了 继续说 跑题了 750x1米5的这类瓷砖 工费您听好了 80一平米 听好了80一平米 就是怎么说呢 这瓦工一天就贴个两三块 我感觉就可以了 80块钱一平米 这个费用确实高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确实 一确实人家这活比较累 又脏又累 腰一般都会有老损 并且这是手艺问题 现在年轻人像咱们30左右税的很少 基本上都是45朝上的工人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费用问题 您记清楚 但是还有一点 今天大粹必须提示您 瓦工会有一些家乡的地方 比如说给您说几个 开孔 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这些插座 或者说我们水位的地方 就是有水管地方 说要开孔 这个费用你问问 夹不夹进去 算没算钱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捣角 瓷砖 如果说您现场捣角的话 有没有额外收费用 这些是重点问题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最后提示您 您铺瓷砖 就是说做这个报价之前 把这个瓷砖的尺寸确定好 让公司根据你的价格去给你报价 别单纯的用800的瓷砖 因为他们的差价太多了 到时候你增加的费用 你收不了 好了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